继续要带您关心苗栗大埔的征地风波 引发了后续效应 今天有上百名来自桃园的民众 前往营建署陈勤 他们抗议台铁的高价化工程 要征地500公顷 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农地 还要拆掉大约4000多户房子 很多人可能会变得无家可归 更请大家还要拆掉我们的农地 上百名从桃园北上的居民 到营建署前跪地陈勤 抗议桃园铁路高价化的计划 为了新建隔音工程 降低噪音 就要扩大阵地500公顷 并且要拆迁4000户的住家 导致他们将无家可归 居民批评政府 以建高价化铁路成本较低的理由 来欺骗人民 虽然政府宣称 这段铁路高价化只需要花308亿 但实际上对于扩大道路 以及征信补偿合计 1108亿的费用绝口不提 抗议民众认为铁路高价化 远比地下化估价还来的贵 政府这样的举动 有图力财同之嫌 如果说经过专家的精算 应该在六七百亿 桃园县的铁路就可以从高价变成地下 但是我们的县政府一直骗我们说 一定要一千多亿才能新建 今天铁路高价铁路地下 只是说政府有没有决心要做 面对居民的说法 银建署没有回应 而这群桃园人这一两年来 多次向各政府单位成型 也迟迟得不到回应 虽然台铁高价化工程 临时轨道已经开始动工 但居民呼吁政府 应该马上改变政策 让铁路地下化 同时停止争地 化解征收区域四千户居民 被迫拆遣的危机 借谈一期期温台报道